首先要評估一下我們用什麼辦法 因為有兩種辦法 一種就是將精子放在蛋汁外面 讓它自己油進去 另一種辦法就是用一個叫ICSI的辦法 將精子打進蛋裡面 哦 我們以前經常都說 那些適者生存 當精子進入陰道裡面 大家就在這裡游道海詠 游到冠軍那一堆基本上就是太陽流強 應該都是精英來的 但是現在拿了蛋和精液之後 會不會就沒有太陽流強的過程呢 其實如果用我剛才說的第一個辦法 都是有太陽流強的 為什麼呢 因為蛋本身的保護殼 其實是一層透明質酸來的 那一層其實就是幫蛋選一條最好的精子 因為如果精是正常的話 它能夠黏到殼的機會是高很多的 那變成那個殼就幫它選了一個正常的精